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啊 未来世界的第23关 通关条件是不能超过15颗植物 不能花费2250以上的阳光 因为之前有粉丝给超人留言 想看超人用强酸柠檬打未来世界 那超人今天就把强酸柠檬带出来了 直接种在红色的瓷砖上 二届的强酸柠檬打一个未来僵尸都这么费劲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粉丝给超人留言 问超人有没有龙蛇蓝和玫瑰剑客 这两个植物超人都是有的 和强酸柠檬一样都伸到了二叠 不过我很少拿出来闯关了 在僵尸前面丢一个石南探索者 先把能量豆拿到手 然后给瓷砖上的强酸柠檬 开出能量豆大招 哦哦,僵尸们下雨咯 下柠檬雨咯 哎,僵尸们怎么都倒下了 下雨了你们不开心吗 来来来,种上我的龙蛇蓝 以叶片为剑,快如闪电 然后种上玫瑰剑客 以刺为剑,杀牛僵尸 你别说这两个植物还有点相似啊 都是剑客 好想让他们两个PK一下 看看谁厉害啊 只可惜植物不能打植物 机械小鬼僵尸又出来了 冲过来直接两口就把我的玫瑰剑客给啃没了 在小鬼僵尸的中间丢一颗脉冲黄桃 全体呆在原地别动 哎,乖,等强酸柠檬给你们调配一些柠檬汁喝哟 怎么样,是不是好喝的都趴下了 好的,下面的时间交给玫瑰剑客表演 开启能量斗大招 场外的僵尸照样打到 龙蛇蓝也开启大招 惊天一剑,劈天斩地 哇,超多的机械小鬼僵尸啊 直接交给强酸柠檬来解决 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呀 对了,这一关的任务目标 超人的阳光没有花费超标哦 厂商的植物也没有超过15颗 就剩两个机甲路障僵尸了 种上一个爆裂葡萄 倒下吧 哎呀,居然还有一个没有倒 阳光还够 再种一个石南探索者 终于解决了最后一个机甲路障僵尸 超人这一关成功过关咯